那就还是好请哥哥开始 看到镜子想说什么 我想吃 我我我昨天去旅游了 我也错了 对着镜子是我昨天去旅游的 这是成立 对啊 要加把针 两位老师 这题真的挺难的 我小瞧他了 来再来 你过来啊 那么沈腾老师 十年前最喜欢吃什么 你吃的是什么 想对话去你哥哥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你回答了 这也是回答了 这也挺好 关键这我还想了想 想对话去你哥哥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那我们两轮 就是我们两位老师 都是品 我死也没想到 我会跟花花打平手 好 我先问花花 你眼前的是什么 你叫什么 手机背景是什么 我今天穿了一个黑色的裤子 重新出称想做什么 我想去 那么下一题 沈腾老师 那接下来就是一道必杀题 想对玛丽姐姐说什么 我今天穿了个花花 哈哈哈哈 这还真对得上我想学 我想学他这 他这好像挺不挺实的 他只要问的一个问题里面 带响字的 就很难说 两位到现在都还没有赢过一局 所以我就说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对手 棋逢对手 我今天吃了吗 吃了吗 待会儿你会干什么 腾哥今天打汗了吗 你编上的是什么 我猜他今天应该打汗了 过了是吗 可以了吧 可以啊 花花 喘人了 那么沈腾老师 下一题 华春宇哥哥像什么 猪腿啊 猪腿啊 哈哈哈哈 你脑袋里面能不能 不要只有猪腿啊 那我们最后来的就是 我们两个人互相问一下对方 你哥我在你心里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昨天吃了吗 嗯 你猜我昨天吃了什么 猪腿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今天穿的是个红色的衣服 你为什么穿一个红色的衣服 我想猪腿 哇 他上道了 我输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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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